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中国官方于周五确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 在G20期间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 媒体曾经报道 马克龙曾经提议 要与德国总理肖尔茨联合访华 以展示欧洲的团结 但是希尔茨在当时拒绝了这一请求 并于本月早些时候 独自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此次的G20之行 将是习近平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人期之后的 首次海外之行 外交部同时确认 习近平下周四还将出席 与泰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在这两个峰会期间 习近平还将与塞内加尔 和阿根廷的总统举行会晤 可以说是形成紧凑 中国外交部称 中国支持峰会的目标 那就是在疫情之后推动全球复苏 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则在周五告诉路透社 他计划在印尼G20峰会期间 会见中国央行行长易刚 讨论全球经济状况 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形势 耶伦现在已经身在印度进行访问 在印度他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 耶伦表示 他计划与易刚举行首次面对面的双边会谈 预计会晤将会与习近平和拜登的会面同时进行 但是耶伦表示 确切时间尚未确定 耶伦说 我期待与中国央行行长易刚的会面 并期待与他讨论一系列的问题 尤其是全球经济形势 我也十分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信息 我也将向他介绍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况 耶伦还表示 他将与易刚讨论面临债务危机的低收入国家 此前他一直敦促中国要采取更多措施 来重组这些发展中国家拖欠中国的债务 自从去年成为财政部长以来 耶伦已经与中国掌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 进行了三次视频通话 而此次与易刚的会面将是他与中国高级官员的 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那么说到中国的房地产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五发布的通知显示 深圳一块原本用于建设中国恒大集团总部的地块 将以人民币75亿元的起拍价进行拍卖 通知称这块1万平方米的土地 将于11月21日至26日进行出售 该地块的建设自2021年9月起已经停止 由于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 恒大暂停了许多项目 它的许多资产也已经被债权人和地方政府出售或接管 恒大于2017年以56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深圳这一地块 但是去年因为债务危机 恒大将总部从深圳搬回了广州 周五中国监管机构要求国内二级银行 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再为房地产行业提供40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进一步加大了扶持力度 近期房地产行业的股票和债券已经开始回涨 9月份中国六大银行已经被要求提供6000亿元的融资额度 现在要再加4000亿 知情人士表示 这笔资金将会以贷款、抵押贷款和债券投资的形式发放 最新的金融支持以及放宽防疫限制的迹象 导致中国地产股大幅反弹 并投扬碧桂圆的股价飙升了35% 凭管如此 与中国开发商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债务到期相比 金融支持还是显得杯水车薪 到2023年底 中国房地产行业至少有2900亿美元的境内和境外借款到期 其中明年第一季度即将到期的债务最多达到723亿美元 而即将被何立峰取代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在离开之前再次发出新的声音 提醒中国未来的决策者要继续进行供给策改革 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 刘鹤周五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 既是对自己在经济决策领域10年的反思 也是对未来经济决策者的公开提醒 警告中国过度的自给自足以及孤立主义 刘鹤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方面 目前的供给结构不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 他表示供应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个改革问题 他呼吁加快建设国内市场的步伐 打破垄断搞活市场主体 70岁的刘鹤曾经在改造中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扎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 刘鹤一直坚持用改革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而在刘鹤看来 振兴民营经济和鼓励创新的市场化方针始终没有完成 北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在与西方主要经济体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中国可能会滑向一个更加内向的战略 北京当局也越来越倾向于更多的国家驱动的经济发展 刘鹤表示 虽然同意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 但是他警告 扩张性政策应该针对有效需求 而不是创造新的过时产能 或者新的过时产品 它必须满足人民的个性化 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需求 而消费则必须以收入为基础 而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曾经领导中美贸易谈判的刘鹤表示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施加压力 令产业链断裂 对企业采取惩罚措施 中国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 保证国内循环的中等水平 刘鹤同时指出了中国三个关键的薄弱环节 基础软件、核心硬件和基本原材料 但是无论如何刘鹤坚持认为 中国必须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深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并且与外部世界要积极互动 他提醒中国应该以国际高标准的 经济和贸易规则为目标 创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商业环境 另外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消息 两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 特斯拉正在考虑反向操作 向美国出口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这一逆转反映出 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的成本优势不断加深 以及中国消费者正在需求放缓 知情人士表示 特斯拉一直在研究 中国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 是否符合北美当地的法规 如果符合 最早可以在明年将中国制造的Model Y和Model 3 并送到北美销售 这也可能为向加拿大出口打开一个渠道 阿斯克随后则在推特发文称 此消息不属实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目前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生产Model 3和Model Y电动车 在中国销售并且出口到欧洲 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市场 数据显示 特斯拉10月份的上海库存水平 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增幅 此外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中国原材料价格走低 以及美国特斯拉价格上涨等因素综合起来 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成本的竞争力 到目前为止 特斯拉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工厂 生产在北美销售的汽车 最近有消息称 马斯克也计划将部分上海工厂的员工派往美国工厂 另外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宣布 已将俄罗斯重新归类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 此举旨在进一步减少美俄双边贸易 并且孤立俄罗斯 美国商务部说 俄罗斯自去年以来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幅增加 这些干预使得俄罗斯经济 包括汇率 劳资关系和外国投资 变得不可预测和扭曲 这一决定将使美国有能力运用反倾销法的全部力量 来解决俄罗斯政府对经济日益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在俄罗斯之前 还有另外11个国家被排除在市场经济地位之外 美国为了制定反倾销关税 而将这些国家列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 其中包括中国、越南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由于俄罗斯此前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措施 令俄罗斯于2002年从这一名单中被移除 这也是俄罗斯在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一步 但是从本周起 俄罗斯又回到了这一份名单之上 以上就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